Hello朋友们我来了 今天这一天旅游加关赛日记的时长创历史新高了 想给大家分享的太多 也就成就了这另一种流水账 早餐呢拿出来旅行必备的赤点灵芝黑咖啡 开始的时候是想观察一下酒店餐厅有没有咖啡的 后来走到餐厅想起来 昨晚吃了半个烧饼 那今天还是要让他帮我拍一拍 毕竟今天行程也不是什么轻负担的安排 提前让长刀活动一下 一般在酒店我就是会把粉倒进去 用牛奶直接冲开就好了 一定会比酒店的咖啡好喝 早餐吃的太匆忙并且很易整 我完全没有拍我吃了啥 只有一点点闺蜜拍的视频 来简单回忆一下吧 大概就是每个酒店的早餐 我都会吃的黄油抹面包片 一个煎蛋一片培根还有很多蔬菜 整体营养搭配的还是很均衡的 就是肉呢没有其他肉了 我其实不太吃培根的 由于昨天两点才睡 这一杯咖啡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吃完饭回去好 我中就冲向了新乡重点旅游景点 胖冬来 这是一家只开在河南的商超 主打发自内心的喜欢 高于一切的经营理念 我们本身是下午两点才开始看比赛啊 但由于胖冬来的火爆 我们七点起床 九点半准时来到楼下 进来之前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一个超市 但这竟然是一个商场 一楼二楼化妆品 衣服应有尽有 三楼除了超市还有卖电器的 其他可能还有别的 只是我没有逛没发现 九点五十站在超市门口 我们震惊了 就像过年一样 好像真的没见过平常超市有这么多人 这里的面包区很火 刚进来就看见了这块快空了的冰柜 我们直接冲向了自己想吃的甜品区 有提前再往茶攻略吗 这边的伯爵红茶卷 还有芋泥奶包好吃 但今天没看到芋泥奶包 我们就选了芋泥空气蛋糕 很火的这个大月本人也看见了 但我们没买 保质期七天 我俩五天后才到家 时间上有些来不及 不过别人真的都是一车一车拿 另外我俩还买了两个咸口的面包 当今天的晚餐 结束下午比赛之后垫不一下 攻略上说这个大瓶的饮料也很推荐 但这种大瓶东西还是适合本地人多一点吧 走过这些区域来到了一个人火爆的熟食区 我觉得真的不怪这边人多 因为它们的种类真的好多好全 精致的小包子窝窝头 食欲满满的炸鸡 这个炸鸡也很多人推荐 还有非常诱人的三文鱼 当然还有没拍到的肉啊 菜啊 火锅配菜啊 烧烤配菜啊 凉皮啊 甚至整个部队锅都有卖的 就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不卖的感觉 我俩大概买的都是当下可以吃的 一共花了200块钱 不能说贵吧 就是正常价格并不算便宜 碰了还有一点吸引人的是 超市外面有一片餐厅的地方 很多卖餐食的店家 当然甜品也有 我俩找到了另一个新香很出名的 酥玉莓奶酪 乃儿来了一杯大杯原味 就是奶奶的冰淇淋里面 加了很多花生碎葡萄干 红豆果酱什么的 奶奶的很好吃 对了 这个餐厅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辣条烤炒超级好吃 可能是我本身就爱吃辣条的原因吧 这个烤炒充满了辣条味 完全是我的菜 就是这么吃吃喝喝 我俩的午餐也准备在这边解决 加上在超市买了三文鱼和三拼炸鸡 三文鱼很肥很好吃 就是到最后给我吃有点腻 炸鸡呢不太是我喜欢的味道 感觉没有正常做的炸鸡好吃 吃饱准备走的时候 一楼带两杯奶茶 点两个新品 一个叫巴勒提 一个是桑胜的 没记住叫啥 打包带走 随机走出来一个门 拍到了胖农来 大胖的牌子 铅香一共有两个胖农来 一个大胖一个二胖 有不同但不多 如果有时间好好逛逛 那一定还会发现 其他惊喜的地方 但我们没时间了 回酒店休整了一下 拿上东西就开启 今日的观赛行程了 没想到我写到这儿 才刚结束今天的一小半 因为我自己做了手服和小旗子 要给大家发 带好装备我们就出发 下午和晚上一共两场比赛 说真的我每次去场馆 都会莫名其妙的紧张 又兴奋又紧张又期待 到了场馆还是先取票 行程比较满 我把两场都给取了 趁开场之前 在反正动另外的牌子那拍了很久 简单来说就是一下拍个够吧 而且在这种地方拍照 真的需要勇往直前 而且别害羞 但凡离开一下 就会有人冲上去 我分别拍了凹造型的和拿手服的 怎么说呢 胸前抱手臂的动作 复制粘贴完毕 拿好东西过篮简 就迎来了下午的第一场比赛 简单拍了一下 一起进入VIP的观众 很巧的都是爷爷奶奶 下午的座位 是我在这三场最不好的位置 比较靠边 球台离得比较远 但是没有什么遮挡 下午一共六组比赛 第一组是销球手 大概是这次比赛 唯一一个打销球的了 然后拍到一个瑞典的帅哥 他如果不留胡子再瘦点 其实真的很帅 但他留了胡子 两场外籍选手打完 中国选手就陆续上场了 今天下午再次借到了 王楚清的手服 虽然大家可能不太认识 但是他的外号叫大头 左手选手还有个特点 就是腿很好看 又长又直又白 我实名羡慕 因为第一位选手压台了 大概晚了一个小时吧 晚上的比赛之前 我还需要出去发手服 于是我看到最后一位选手出场 我就提前出去了 最后一位男选手是河北队的 也算是老乡吧 大概五点半 我从场馆出来开始发自己做的手服 中间还有帮别的姐妹发了 说实话 这种排场队的场景 我是没想到的 大家都好热情 并且很有礼貌 甚至会有爷爷奶奶来领 都是喜欢 反正都是想给大家加油 而且很感动的是 有姐妹会自发的买水 给我们这些发手服的 还有人会给我们发糖 其实这些之所以吸引我 我觉得不光是看乒乓球 能给我带来快乐 还有就是可以认识新朋友的幸福感 更是可以有一个心理寄托的满足吧 八万应援 六点半 我们一起入场 晚上的视角相对于是这三场最好的 没有遮挡 离得也很近 所以造就了我疯狂上电视的场景 不过很好笑的是我连这三场都在第一排 不同的位置 场馆的有一个游击大哥会一直拍第一排 以至于今晚我刚坐下和大哥对视笑了 他可能也很神奇 我怎么看了这么多场 还举了那么多人的手服 殊不知其他人都是借的 只有凡震东是正儿扮演自己的 凡震东是第三个出场 说真的他出场之后 我连手机都有拿不稳 莫名其妙就紧张 而且手机一拍他 就不想挪开 想把他每个动作的记录下来 算了 就不说我好像变态 五局三场的比赛 反正弄大比分三比一 等于我看了四局半个小时 他本人 还好在他后面出场 是我女队最喜欢的孙颖莎 莎莎真的又小又可爱 但是打起球来就不可爱了 很霸气 这可能就是他吸引人的点吧 赛后还有一个简单的场内采访 看到这儿 所有中国选手的比赛就结束了 等到最后一位外籍帅哥选手出场后 我就也离场了 走出场馆那一刻 我的新疆观赛旅程彻底结束 说真的我第一次去下场看比赛 心里会有很强的落差感 第二次也就是去年来的时候 我还在担心 但是去年反正中提前淘汰 没给我伤感的机会 这次相对于没有第一次的难过 但也会有些不舍 最后和这边合个影 我就回酒店休息了 拿出三张票做纪念 再看看自己的战利品 一下也就开心起来了 有一种没白来的成就感吧 那视频的最后 就是以今天的草莓晚餐结束吧 快乐的新香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我们明天武汉再见 拜拜